最近几个月,美国制造业问题频发 从航天飞船到大飞机 再到先进制程芯片和新能源 美国仅有的几个高端制造业 几乎是全面崩盘 先是波音造的Starline飞船 在全世界观众面前表了一番 什么叫上的去下不来 两名宇航员最近滞留太空 原本8天的任务直接变成了8个月 还没等波音把航天飞船整明白呢 它最重要的飞机制造业又出事了 在8月19号 波音777X科技的试飞机队被爆出存在严重问题 几架原型机的结构件出现了裂缝 不得不紧急停飞 波音的拉跨似乎是一个信号 紧随其后的 另一家美国制造业巨头 英特尔也出事了 英特尔旗下的13代和14代高端CPU芯片 在7月份被爆出存在严重的制造缺险 涉及超过千万台中端设备 在英特尔8月初公布财报之后 股价更是直接暴跌30% 形势已经恶劣到英特尔不得不大裁员1.5万人的地步 传统高端制造业问题摆出 拜登政府力推的新制造业表现得也不怎么样 台积电美国工厂整整修了4年多 投资高达650亿美元 却连一块芯片都没生产出来 LG新能源投资23亿美元的亚利桑那州超级储能项目陷入停滞 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投资10亿美元的太阳能电池榜工厂 更是无限期停工 美国的制造业到底咋样了 拜登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效果如何呢 时至今日美国还能称得上领先的制造业 基本上就只剩下航空航天 以及先进制程芯片等聊聊几项了 但现在看来 就算是这硕果仅存的几项 想要保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谈到美国的航空航天 肯定绕不过波音 作为合众国长子 全世界为三能够制造大飞机的公司 波音最近几年的表现可以说是拉了大垮 花了超过15亿美元的Starline飞船 首次载人飞行就各种丢人现眼 还没飞上天车前就出现了氦气泄露的问题 好不容易发射成功了 姿态控制器发动机又出现了故障 差点被国际空间站禁止对接 总算是对接上国际空间站了 在鬼期间又发现了更多的问题 没法保证安全返航 最搞笑的是 NASA破罐子破摔 准备让他空船返航了 却被波音告知 飞船没装自动脱离系统 不靠航天员手动操控的话 有一头撞上国际空间站的威胁 不过好说歹说 Starline飞船在9月6号 终于是抛下了两名宇航员返回地球了 而国际空间站也终于送走了这枚温神 要知道 即便严寿之后的国际空间站 也只能用到2030年 而NASA给波音的合同是 要用Starline飞船往往空间站6次 按照目前的情况 剩下的6点时间 无论如何是完成不了这个指标了 NASA几十亿美金的钱都花了 结果飞船就只用了半次 遇到波音这样的承包商 NASA这是捡到宝了 更离谱的是 Starline飞船说不定还是波音超水平的发挥 毕竟它起码还能正常发射升天 波音的另一项航天项目 连能不能正常发射都不敢保证了 今年8月份 NASA的内部监督机构 对波音负责的另一项重大航天项目 美国的SLS登月火箭项目 出具了审查报告 NASA在报告里直接炮轰波音 指出波音的航天项目质量控制 基本上是一塌糊涂 整个工程的管理简直是在犯罪 仅NASA统计到的 在短短两年间 NASA就不得不对 波音的SLS项目工作 发出了公计71项纠正行动 其中还有24项 是更为严重的二级事件 比如说 在2023年4月的一次调查中 工作人员发现 用于阿尔特密斯三号火箭的 一个液氧罐焊接手法 极其不规范 波音的解释是 他们找不到合格的焊工 只能这么凑合了 诸如此类的质量问题 多得让NASA不得不考虑进一步延期 8月14号公布的 NASA采购文件中显示 NASA正在考虑 将阿尔特密斯登月火箭的 合同时间延长 目前已经延长到了 2026年9月份 而如果有必要的话 也就是说 如果波音继续这么拉垮下去 美国的载人登月计划 甚至有可能要延期到 2029年的12月 有人可能以为 这就是波音的下限了 但实际上 对于波音的拉垮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还有话要说 从年初到现在 仅公开报道过的 波音飞机的严重事故 就有1月5号 阿拉斯加航空的一架 波音737 MAX飞机 在飞行过程中 参门掉落 1月20号 达美航空的一架 波音客机的轮胎掉了 3月4号 美联航的一架 波音客机发动机着火 等等共识机器事故 并且就在最近 波音飞机 甚至差点连发动机 都给整掉下来了 8月14号 波音突然宣布了一个消息 正在试航的 4架777X客机 紧急停飞 复飞日期未知 随后就是消息爆出 波音777X飞机 停飞的具体原因是 代号为WH-003 及波音777X的 第三架原型机 在飞往夏威夷的试飞之后 被检查出 飞机结构件出现了裂缝 并且在波音上报FAA之后 其他几架试飞中的 波音77X 在同样的位置上 也发现了问题 这说明并不是 一架飞机上出现的特例 而是整个系列的飞机 都出了毛病 更可怕的是 这个出现裂缝的结构件 是飞机机身 与发动机的连接件 作用是将飞机发动机的推力 传递到飞机的机身上 推动几十吨重的飞机运动 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部件 这里出现了裂缝 一旦断裂 往小了说 就是飞机动力失衡 或者失去动力 往大了说 甚至有发动机撕裂机翼 直接掉下去的危险 所以这回发现问题 波音没敢像737 MAX一样 隐瞒问题 直接就上报了FAA 并宣布 777X是飞机队 全面停飞 以完成事故原因调查 FAA接到这个报告的时候 估计整个人都是麻的 这其实并不是 波音777X第一次出问题了 早在2019年 波音777X 在进行地面建立测试的时候 就出现过 飞机货舱门爆炸的事故 再加上后来 777X的飞机发动机 又出现故障 这导致波音777X 一直未能取得事件许可 直到上个月 FAA才刚刚给波音77X 颁发了型号检验许可 允许进行试飞 结果这才刚过一个月 波音就差点把发动机 都给整掉了 FAA的官员们 恐怕是禁出了一身冷汗 而这还不是结束 后续的调查 恐怕会让FAA更头疼 因为这一部件 很有可能会涉及到 飞机的发动机制造商 通用电器 好玩的是 波音777X 一直没能取得是非许可 很大程度上 也跟通用电器的发动机有关 2019年6月 通用电器的G1-X发动机 就曾出现过 叶片磨损过快的问题 保持波音777X的 型号检验被一拖再拖 这两家美国航空巨头 简直是过容奉处的次为一块了 美国制造如此不靠谱 也难怪波音整个上半年 只接到了156架飞机订单 跟去年同期的500多架订单 比起来 看春脚踝斩 荷兰皇家航空公司 甚至不惜至71欧元的巨资 也要从波音转到功课 并且 美国制造业的质量问题 似乎有了传染力 同样在8月份 美国芯片制造业巨头 英特尔宣布 将开启一轮总人数 高达1.5万人的大裁员 这次裁员的人数 占到英特尔员工总数的15%左右 堪称是壮实断板了 那英特尔为啥要发起 这么大裁员力度呢 在英特尔第二天公布的财报里 就解释了一个问题 英特尔2024年第二季度 直接暴跌30% 而仔细查看英特尔的财报 英特尔传统的PC部门 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部门 其实都是盈利的 最大的问题就出在 英特尔的晶圆制造部门上 亏损额达到了惊人的28亿美元 更让英特尔难以接受的是 自家的芯片工厂 不仅在大把的亏钱 而且钱亏完了 事儿却没干成 在英特尔财报公布不久前 英特尔13代14代高端CPU产品 被爆出制造工艺存在严重问题 在默认电压下 动用显卡进行大规模运算时 比如说玩游戏 进行AI训练等 系统会直接闪退 甚至是卡死 蓝屏 比如说最近很火的黑神话悟空 游戏刚上线就在公告中提示到 英特尔13代 14代CPU存在闪退问题 需要下载工具手动降压 举外网著名评测博主透露 某位大客户手中 800万个英特尔13代CPU 有超过10%到25%的CPU 都存在这一制造缺陷 甚至有厂商表示 这一问题出现的概率是100% 英特尔是美国唯一能够制造先进制程芯片的企业 现在英特尔靠不住 那拜登政府大手笔引进的台积电和三星能顶上吗 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拜登政府通过芯片法案 缺陷通胀法案 投资2000多亿美元 试图引进企业 实现制造业回流 但实施了几年之后的结果却是 40%的引进项目都出现了进度延误 有些项目甚至直接陷入了无限期搁置的状态 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台积电投资的650亿美元的芯片工厂 建设了4年 至今也未能生产出一块芯片 同样的 三星投建的芯片工厂 也宣布至少延期到2025年 美国的制造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为何连最后的高端制造业都保不住了呢 其实原因并不复杂 时至今日 美国的各项制度 整个社会的环境 已经彻底无法支持制造业的发展了 有人可能会说 你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美国毕竟还是世界第一强国 哪有你说的那么差呀 但实际上 我这么说可能还有点客气了 看了下面这个例子 你就会知道 美国的制造业 已经是正常人无法理解的存在了 在8月27号 NASA审计机构 监察长办公室 对载人登月项目进行了审计 针对其中的火箭发射车项目 给出了一份40多页的详细报告 这份报告可以让全世界 从事工程管理的人都大开引荐 先来说说具体的 NASA审计得出 这个为登月火箭建造的移动发射车项目 原电计划在2023年完工 现在预计2028年都够呛能完成 跟项目延期五年以上相对应的 整个项目的预算也涨了整整五倍还多 而且整个项目的建设过程 堪称力气 2019年 NASA把2号移动发射车项目合同 授予了BagTel公司 合同总金额3.8亿美元 预计在2023年3月验售完工 这个移动发射车听着挺高大善的 实际上 其实就是以往的火箭发射台 加个能移动的底座 整体的结构就是个大钢架 而负责这一项目的BagTel公司 曾经承接过胡福水坝工程 英吉利海峡隧道工程等超大型项目 堪称美国甚至是国际工程建造领域的巨头之一 按理说 这么一家经验丰富的工程巨头 建造一座基本上就是一个钢架子的 移动发射车 那还不收拿把架呀 美国人其实也是这么想的 然而当NASA2022年对这个项目进行审计的时候才发现 三年时间过去了 这个项目居然还没动工 面对质疑 BagTel公司给出了一堆的理由 什么新冠疫情 什么人手不够 什么施工困难 总而言之 这个工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原定工期里完工了 你问我现在还能不能造 能造 当然能造 不过得加钱 BagTel以通胀高企 原材料和人工费用大幅增加的理由 向NASA要求加钱 那要加多少呢 从原本的3.8亿美元 直接涨到了超过12亿美元 并且工期从2023年3月 直接延期到了2026年的11月份 啥活都还没干呢 预算先涨了4倍 工期还要拖延至少三年 全世界可能也就在美国 能够看到这种工程建设的奇迹了 而最最离谱的是什么呢 NASA居然就这么同意了 同意了 预算就真的翻了几倍 直接往18亿美元涨 工期也宽限到了2026年 甭管说NASA吃错药了 还是史密斯专员发力了 总之 这笔钱算是批下来了 然而当所有人都以为 在超级加倍之后 事情已经结束了的时候 美国人用新的操操作 告诉大家 这还不是他们的极限 在今年8月份的审计中 Bectel又表示 18亿美元并不是我们的极限 27亿美元才是现在的价格 并且这个工期可能还得再拖一拖 就先定在2027年8月份吧 这个价格是啥概念呢 就这么一个大起架子的钱 就够我们在海南文昌 建造我座大型商业航天发射场了 足够让十发火箭同时发射 甚至于 这还只是Bectel给出的乐观数据 要按照其他的第三方给出的预测 在2029年之前 这个项目都没有完工的希望 预算更是奔着30亿美元去了 这下连NASA都有点麻了 要知道 这个移动发射车 是阿尔特密斯4号的配套工程 而阿尔特密斯4号预定在2028年 就要发射了 别到收火箭都造好了 发射车却还是个架子 于是NASA不得不派人深入调查了一番 而这一调查 更多离谱的事情就暴露了出来 Bectel作为总承包商 将超过45%的刚才制造任务 分包给了一家二级承包商 然后这么大的任务包 他们居然没签合同 结果就是 这家二级承包商 拿了Bectel的钱之后 也不着急干活 就这么一直慢悠悠地干着其他的业务 导致发射车项目严重延误 中间还穿插着Bectel公司 与NASA在发射车设计上的来回扯皮 光一个整体设计 就扯了超过一年时间 纵观这一整个项目的工程管理制度 已经低效到了一种令人发指的程度 而工程建设 无疑是现代所有制造业的基础之一 毕竟不管是哪种制造业 都还得盖厂房 装设备的 要按照这种建造速度和超制能力 再有钱也点拨这网 而除了工程管理制度上的低效之外 现在美国想要找到足够多的工人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台积电因为招不到足够多的合格员工 而导致投产日期不断推迟 已经是一个被说烂的话题 但其实美国现在 不仅是芯片工人这种专业的产业工人稀缺 甚至就连合格的建筑工人都极度缺乏 从2020年开始 美国建筑业的劳动力缺口就不断上涨 到2023年8月份缺口达到了65万人之多 英特尔台积电的建筑商 到处找合格的建筑工 都到了跑到其他州去挖着的地步 甚至各种鼓励高中生去当学徒 进入建筑行业 一边是找不到人 一边又对招人设置奇怪的门槛 一位波音工程师在推特上爆料 波音内部现在的招人标准 不是看你的学历既能如何 而是看你符不符合DEI 也就是多元公平与包容准则 说人话就是看你的肤色 性别性取向之类的buff 跌得够不够多 不少波音工程师因为受不了 招进来的这些同事 愤而选择离职 这还不算完 招不到足够合格的信任的同时 现有的合格劳动力数量 也在大幅下滑 根据今年5月的一份 美国劳动力药物检测报告 2023年 美国普通劳动力吸食大麻的比例 已经高达4.5% 而包含其他毒品在内的检测阳性率 已经达到了5.7% 在短短5年时间里 吸食大麻的人数就上涨了超过45% 平均每年都要上涨9% 就连美国政府自己都承认 毒品问题已经泛滥成灾 白宫毒品问题官员甚至表示 在美国 你要是觉得自己公司里没人吸毒 要么是你公司的规模太小 要么就是你搞错了 吸食大麻等毒品 不仅会导致员工离职率大幅增加 并且在生产过程中 还会直接导致产品质量下降 乃至发生共产事故 最近几年事故频出的博音 就曾被爆料出 飞机组装厂工人 大规模吸食毒品的丑闻 可以说毒品泛滥问题 正在进一步摧毁美国制造业的根基 这边是制造业工期延期 建设成本超值 还招不到足够的人手 别说盈利了 就连开工都要要无期 而另一边的金融业 则是利率拉高到5%以上 只要把钱存银行 买国债 就有低风险的5%的收益 只要是个正常人都知道该怎么选 拜登政府的撒钱大补贴 固然能吸引到一批企业 但这个补贴能撒多久呢 没了补贴 这些企业还会干下去吗 这可不是在危言耸听啊 在6月28日 董王的竞选团队直接对外表示 董王一旦上台 很有可能考虑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推翻拜登政府 缺减通胀法案中的一系列措施 董王本人更是表示 他上台的第一天就要干掉 拜登的电动汽车补贴政策 干掉海上封电政策 他还准备立法禁止ESG相关的投资 什么环保什么新能源 通通见鬼去 如此摇摆不定的政策方针 更是下的一批相关的制造业企业 纷纷宣布停止美国业务 诸如LG松下的日韩公司 也不得不大幅降低预期的产能规划 美国的制造业恐怕是真的命如多产了 好了我是熊猫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